好,看到今天的比赛呢,这个队上的小牛队比赛开打之前呢,还是有不少的球迷是买不到票的 在场外呢,有家长高举着看板帮儿子的球票 还有女粉丝呢,身上只有165块钱美金 因为那一张票至少200块钱 为了要看这场的球赛,他当众乞讨 尼克队对小牛队的比赛尚未开始 球场外的气氛已经是非常的热闹 人来人往的球迷中,有代价而沽的黄牛 也有为大人小孩球票的球迷 有一位林淑豪的女球迷身上只有160美元 而最便宜的黄牛票也要200美元 像乞丐一样,当众讨钱是需要勇气的 可是作为林来峰的粉丝,当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不过讨了半天,杯子里的钞票并不见着 今天这场球恐怕是看不成了 球场内气氛紧张热烈,而球场外气氛也非常的热闹 很多买不到票的球迷也赶到这里 来感受一下林来峰之热 中天新闻,张国华,钟义庭,纽约报告